所说的别人家的负责任的男人 除了这个男人本身有上进心之外 更关键的是他们有婚姻基础 他们有感情基础 你们俩之间最糟糕的不就是 在最初结婚的时候 你们是没有感情基础的 对 那么这二十多年难道日久都没生情吗 一点都没有吗 我觉得我就对不起他 我十个号就对不起他一个号 不是 你回答我的话 我说你们这二十多年 没有积累一点点感情吗 我觉得他就刚刚没感情了 没感情你给他生两儿子 那我很难相信 你带着你的小儿子 能够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能够为你负责任 我觉得随便找一个就比他 比他有责任 我不知道你听了什么样的人 给你蛊惑的思想 突然之间就想畅想一个这样的未来 但是我实话告诉你 如果说你想靠一个男人来改变你的命运 给你一个所谓的婚姻 给你一个你所想要的那个家 这是根本不切实际的 你可以不跟他过 但如果你把自己随便地 放到另外一个男人手上 那你将来的结局会比今天还要悲惨 要离其实就按正常的离 房子一人一半 你该怎么找就怎么找 但你能做到不后悔吗 走了就别回来 行吧 自己好好想想 就这 好 谢谢陀老师 二十万的饥荒 还了十八万 这一个月才挣多少钱 那日子过得可想而知 基本上都得出去工作吧 那就每年得干到个六七个月 七八个月吧 每年要干六到七八个月的重活 年轻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重体力劳动 读大学之前曾经干过 知道什么叫重体力劳动 我这心里面还是比较了解这个的 我只想说一点 人得学会知足 没有批评您的意思 但是咱首先要知足 您是向外一个美好的生活 对吧 是不是 对 可是您就没想 我怎么才会有美好的生活 您把所有对美好生活的寄予 全部放到了别人的身上 首先放到了这个男人的身上 我嫁给他可能会好 您失望了 其次放在了儿子的身上 我养了一个孩子可能会好 结果您失望了 再次您放到了 未出世的一个孩子的身上 想象了一个人 我养一个女儿可能会体贴我 我有个说话的人 结果失望了 现在又放在了 您认为已经开放的眼界里 我不要这个婚姻 我不要这个窝囊的男人 我再来一次我就会好 如果幸福生活是这么简单 靠别人 那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幸福 因为所有的幸福 都是自己一手创造的 我们看到过 比您日子过得难的忍 但是日子过得热气啊 有家的味道啊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但是在您追求幸福生活的时候 麻烦你别忘了本 生活就是这么点逻辑 四十六岁了 四十六岁 如果说过去不努力 现在再努力也来不及了 干重体力活的人 从现在开始 您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 您得保重身体了 已经这么慢悠悠地过了 大半辈子这样的日子了 那就接着把这个日子过好 这个日子过好 不意味着一定要有一个婚姻 有些人你是守不住的 主要有孩子呢 有孩子其实没关系 孩子要走自己的路 才是对的 如果您真有那个心 您带着小儿子过 我现在都给孩子 都什么都没争下 什么都没有 陆琪老师说得特别好 我们给孩子的不是存钱 不是娶媳妇 我们给孩子的是 自己独立生活于 这个社会的能力 就一句话 尊重一个嫁给你二十年 给你生了两个娃女人的决定 不要强迫和强留别人 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六十秒 还是回来吧 我实际挺努力 你看不到我的努力 实际我有时候还不对的 请你原谅我 我觉得你也是不容易 但是我也不容易啊 二十年生之间用 我也跟上你 也没有好过一天 这事情 让我想一想再说了 你以后就少捞到我这儿就行了 我就每个公司全给你了 你就看不出我的努力 那我想要想再说了 你以后咱们还是回去过日子吧 我以后会更加爱你 来吧 我们看看在他们爱的记忆当中 都存在哪些真情 或者叫爱的片段 来 让我们一起打开爱的记忆箱 我们小儿子老师问我你的愿望是什么 他说我的愿望就是我们家四口人在一起过个生日 我们小儿子画着爸爸妈妈哥哥他 画着爸爸喊不高兴 为啥不高兴啊 他平常就对孩子就挺凶的 所以就画着他个不高兴 所以您拿这话什么意思呢 我就是让他看看他对孩子怎么样 大哥您那放的什么呀 我放了四张电影票 一家四口看个电影 他一天唠唠叨唠唠叨唠叨 就后来把这些电影放过去过去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大家